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住宿都满了 正如你所知的那样 所以我必须与他合作公寓 便与我们住在一起 那么我建议你看一下报纸上的广告 你是想租带家具的还是不带家具的套间 指的是有家具和陈设的套间 指的是没有配备家具和其他设施的套间 发顿还可用来指人表示某人有空不忙的意思 今晚你有空吗 当然是带家具的 据我所知他的租金很贵 但是你可以和中间商讨价还价 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 现在你在报纸上找个合适的公寓 然后你联系租赁处以便和中间约个时间 在确定约会后 他们俩来到了租赁办公室 你好 昨天我们预约了一套在大学后面的公寓 你好 是的 公寓不远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 如果你们对他满意 我们就签合同 如果你们对他满意 我们就签合同 如果你们对他满意 我们就签合同 如果你们对这个不满意 那么我带你们去看别的 直到你们满意 快跟我来 中间开车带着他俩去了公寓 这间公寓是新的 包括两间卧室 一个客厅 厨房和卫生间 这间公寓是新的 厨房里有煤气灶和冰箱 所有的生活品都有 卫生间里还有电热水器 一个月租金多少 一万一千里了 一万一千里了 不合理 这是安静的小区里 大公寓夏季的租金 而冬天马上就来了 他的租金不会超过八千里了 你提出的租金是不可能的 这是大学学区 交通非常方便 我可以降五百里了 你也根据一家路 让房子租金是一万五百里了 我在这里上就是习金是一万五百里 这间公寓是一万五百里了 只要有一千里的车 这间公寓是一万六百里的人 我需要建立三千里 这间公寓是一万六百里的三千里 在第五城 在路上 没有电梯 看在我们中国朋友的面子上 就要九天里拉吧 剧中 为埃及方言 在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常用 也可说 因为看在你的份上 与以克拉曼的敬意 看在咱们中 在中国朋友的面子上 我同意把租金降到一万里拉 给我点面子 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次活动吧 看在我们中国朋友的面子上 我同意把租金降到一万里拉 不能再还价了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 这是最后的话了 买卖双家 买卖双方 讨价还价 或几人商量某一事情时 一方说的这句话 就表示他不想再与对方商讨下去 要么同意他的决定 要么告吹 这些费用包括水电费吗 这只是租金的价格 至于水电费要去专门机构交纳 那么就九千五百里拉 我是一个学生 我付不了更多了 你很聪明 好吧 一言为定 我们去办公室签合同吧